哇! Superboy! 一拿了身份證出來 就變相被出櫃一次 被了身份證出櫃一次 因為身份證上的性別一難 上面那個女子很明顯同我的 真實的性別身份 是完全不吻合 完全是錯誤的 我在生活上 臨臨種種這麼多的問題 都是不可以去解決的時候 被不平等對待的時候 變相我沒有辦法在香港 好像其他人一樣 正常生活 如果我拿著女性的身份證 拿著男性的身份證 然後就會入戲紅 一直以來我都不知道什麼是跨性別 所以其實我是真的去到大學畢業 如果我及早可以認識到 原來有跨性別這件事 我不是奇怪的 我可能會好小一點 最後是決定去做司法復學 這個是唯一可以改善 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個做法 我只有走這條路 一開始就司經說明 是說你們 你預了要打到中原 所以那個心理準備 是一早已經知道 我一定要去到最後 但是那個時間 就是沒有遇到那麼久 我是用男的 我是一個男人 真的覺得都幾 然後那些消防員 就找這些醫生的報告 其中一個一定要在這個 Gender Reconciliation